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大港城市宁波 显得欢快而繁忙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 如期召开 本次博览会规模比历节都要大 中东欧十六国的几百名代表参加 还吸引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客生 博览会以经贸合作为主线 同时穿插文化 教育 旅游 美食等活动 全方位地展开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 在一周的时间里 在宁波 人们可以零距离地体验 中东欧十六国的风情和魅力 同样 中东欧的代表 也融入到宁波的生活之中 这一切都很明显得理解 你这一切都很不错 如何市场在中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感谢 在关注的食物 我说的市场 服务的食物是非常有趣 食物是非常有趣 我没有想到 所以基本上 我非常喜歡 我會說甚至是英國國家 在中國第一所中外合作辦學的 諾丁漢大學裡 一場青年論壇正在舉行中 表示誠摯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去年以中東歐十六個國家 貿易額接近三十億美元 占中國以中東歐國家貿易總價的 百分之四點三 下一個我們將進一步 總數放大 以中東歐國家交流交往的 這個先發動四 高等級的公計十六加一 計畫我們所先行的建設 論壇上大家各書起見 都紛紛表示 中國正在成為青年創業的樂圖 中國越來越開放 熱烈歡迎著全世界 特別是中東歐青年創業者 支付寶交易一度達到每秒十二萬 匈牙利總理 匈牙利代表向大家介紹 本國科技發展的現狀 艾莎尼亞代表 談到了借助互聯網科技 該國一越成為 發達國家的傳奇故事 不過全場最引人矚目的是 一位女企業家 她來自於中國人耳熟能詳的 撒拉惹窩 這位撥黑女企業家 與人共同創辦了本國最大的 互聯網企業 她的公司觸角 已經延伸到整個巴爾幹半島 而中國 這個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市場 則是她喬手以盼的下一個目標 我們會看到一些討論 社群網絡網絡 就像這些活動 會發展 成為世界更好的地方 謝謝 這次的寧波知情 能夠全面地感知寧波 不斷地深入了解寧波 把寧波作為創業創新的首選師弟之一 會議一結束 帕加納就和參加論壇的中外嘉賓 一起分成四輛大巴 開始一天的參觀行程 首先他們趕赴慈禧師 這裡剛剛竣工了中東歐工業園 這個工業園正在招商中 他們不僅吸引中國企業入住 也積極引進中東歐國家的創業者 慈禧中東歐工業園 也許會成為帕加納和夥伴們的 下一個創業基地 這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村莊 對於歐洲人來說 一切都那麼新奇 這些年輕的老外 對村莊的風土人情興趣盎然 久久不肯離去 第一次來到中國的帕加納 不斷地駐足拍照 東方古老文明像米一樣 令老外驚嘆不已 離開慈禧 代表團又來到了寧波老外貪休閒區 在這裡 帕加納感覺又回到了歐洲 酒吧 餐廳 音樂 一切都那麼地熟悉而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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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這裡 我來這裡 來學習更多 關於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歐洲 中國的歐洲 然後來學習 人們 從政府 從商業 我們會參加 明天的廣場 我們會見 什麼中國的公司 發展 我們會見 也會學習 更多 知識 和知識 總共的角色 在發展 更多 在發展 我還要見 我來這裡 關於16plus1 的 因為這間公司 是 16plus1 和 看過 什麼 開展 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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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旅行 過近全世界 中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巨大的发展 我被我看到的巨大的基础 我看到的系统 每个地方你去都清洗 人们都很努力 很友善 我感到感到感激 我感到感到非常欢迎 就在中东欧青年们 在老外滩游玩参观的同时 一场中东欧饕餮盛宴 正在准备之中 来自16个国家的美酒和美食 正一一呈现 我觉得香港里有很多美食 还有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红酒也非常好 夜幕降临之后 老外滩的酒吧一如既往的热闹 在宁波工作的老外是这里的乘客 三江口边的中东欧美食节 也已经开张了 老外亲手做的美食 对于宁波本地人来说 别有一番滋味 第一次吃 味道可以 这个活动搞得怎么样 不错 非常好 好多 好多国家都有 有多少国家有 还没数过来 应该有十几二十个吧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快乐 谢谢大家